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给你看看到什么程度 你这香港人很少能看到这个风景 你来看看 春天来了 这叫一考教作业 你知道这是考美术的 素描 素描 这考生的画全摆在这 点谁就改变命运 是吧 老师看了点你 这还不可怕 还有比这还壮观的 你再看下边 你这是干嘛呢 这是画画 你看他那个背板那站着那个模特 就是现场画 这是什么地方 这是考试 考中应该是什么美术学院 你再看下边 还有壮观的 你看 你现在看他近景了 这一圈围着画 就考美术专业 你就这个 这是报告 报名 排队 中央 中国美术学院报名 从学校穿过了各种野地 最后排到隧道 穿过马路 这是最后一段 公路隧道还排这么长 这是最后一段 你知道就是招一个专业招几十个人 何本能有八万人报名 什么叫应考化妆 这个是表演系的 表演系的 这是表演类的 表演系的要求不许化妆 对 然后有人说我给你化了 让他看不出来 是这个意思 就今年啊 这人民日报都发文了 说是个好气象 什么好气象呢 就是素颜去考试 因为往年考表演都会化妆嘛 说现在啊 这个不准化妆 而且这个考官那还有叫做卸妆 什么棉 湿巾 就说你化了妆 我给你擦完了 你就要素颜来考 可是我有个问题 那他要是整容来的呢 整容就得忍着 整容第一呢 他现在要求你报 你整没整过 那肯定说没整啊 他没整 以后有问题 万一被抓着呢 你准有敌对面 然后敌对面说 举报 举报 因为什么呢 我这个就差最后 差两分 我就被抹下来的第一名 如果上面挤下一个 我不就上 那就有人会举报你 他要求是这样 其实整容严格说 这个就只要他个人愿意啊 从考试这角度讲 无所谓 没影响 对生孩子有点影响 其他没什么影响 您这现在观念解放了 那他整 他也整不整吧 他是他个人的选择呀 对不对 他只是对江南生孩子 说你这浓眉大眼生分的孩子 那眼睛怎么 大家看不过去了 这就说原来整过 给拉大了 你知道这两天台湾 有一个据说是高僧啊 挺大岁数 七八十岁吧 给这个信徒们簇拥着 去做整形啊 就说 他说 我为了宣 为了红法传道 我这个宝像要装严 所以整个之后 这有点太极端 就看着就庄严了 太极端 因为 他为了红法立生啊 有没有 那不行 这像牟尼佛一样 你都把他给 不不不 你这修佛的 你说说 我这向好 患得信徒的结缘 那当然 这个想法 当然对 但是你得修来啊 没错 你修来 我认识很多出家人 在家居士 我发现有一点 就很多人很认 你一个人 有没有认真 修行 修得怎么样 看得出来 看得出来 样子就会变 对 变得很厉害 非常明显 非常明显 我就认识一个西安的 一个师兄 他原来 也是富商 很有钱 做地产 房地产什么 十几年前呢 就你觉得 他开始学富 你觉得他眼睛 开始很纯定 十几年之后 我在上海 有一次再见到他吃饭 现在人 你认不得他 就整个人 吃素 十几年 休闲 十几年 生意也不做了 整个人进来 就是那种 气都不对了 周边 这肯定 所以这个不用 整什么时候 四十岁 四十岁之后 要为相貌负责 就是说的 你像有些 大权在握的人 你比如你像邓小平 这么点的小个子 他回头一看 那就是不怒自卑 那就是常年 手握权柄的人 长相都不一样 是 所以他和尚 和尚 我是在国内 因为现在去的也少 另外一个 寺院里太热闹 我见过寺院里的和尚 大不留心 就跟脚踩风火轮似的 比我们走的还快 连轻功 这就不成 你到日本去看 能特别有感受 完全的不一样 对吧 我看那个日本僧人 我又一次在一个寺院 你看六十多个人 面向趋于平 就平和的一致 这个太难了 我们看不出来 我们能一看 我看了小河上出来 全说股票问题 这肯定不行 对吧 这我们都不能那么流俗 他就还跟我说 因为我晚上看 傍晚去的有点晚 没意思 您能不能快点 我们一会还得探讨别的问题 那就是他比我急 你知道吗 所以就肯定不行 不是 你要这么说 这个少林寺 现在要在澳洲 建那个海外分寺 这世永信还说 就是说 那不叫寺 那叫少林 海外少林文化中心 但是 它还有一个高尔夫球场 还有一个酒店 还有住宅项目 可是你这有意思是什么 少林寺干得到挺欢 可是 澳大利亚当地的议会 没通过 说住宅项目 和那个高尔夫球场 不能这么搞 因为你是一个庙 宗教 你是一个宗教 因为他们土地发展规定 其实中国也是一样 大部分这种土地政策 都会很明确的区分开 你休闲用途 房地产开发 跟宗教用途是不一样 给的政策都不一样 比如你宗教用途的话 你照顾社区 宗教需要怎么样 他给你很多优惠的 然后给了你优惠 给了你 结果你来搞高尔夫球场 打这宗教的幌子 对 那不行 开发房地产是本质 这就完了 你说诗永信 那个像也是不错 是吧 像好 圆满 对吗 感觉像 像富足的 我不能傍生 随便说话 对 我也没办法 我夸他 咱们还得说这艺考 你这都是跑了题了 你知道这艺考 我 刚才那照片还不全 你在网上搜索 他是凤凰网 发的照片 有一张照片我一看 他从背面拍那个考生 那考生一眼望不到头 只有传销是这状况 他为什么聚集这么多人 而且都是让我看 都是高技能 你比如绘画素描 这对一般人来说 他不经过训练很难 他是高技能 我们为什么这个国家 需要这么多艺术家呢 我这有点想不通 我们今天要得了这么多艺术家 你可以去现在看看 这个表演系的 就是我们说最高等级的 像北京电视学院 中央系学院 有多少人 在毕业以后 十年之内 还是从事这工作 那个比例很低 越来越低 甚至有的一个班上 就出一个两个人 善人都离开这个行业 那为什么人家 要混到这里去呢 又不好找工作 那马爷 我觉得这事 得区分来看 就是说你如果是想考电影学院 考传媒大学表演 这种心态我们好理解 这就是什么 小男孩小女孩发明星梦 但是你说去 比如说像刚才 那么画素描 想学画 想学雕塑 这个我反而难理解 为什么 因为今天这个社会上 比如说大家都 都觉得当艺人 当明星 这是回事吧 又挣钱又出名的 大家都喜欢 这我非常的理解 但是中国难道 今天是一个很看重艺术家 觉得艺术家很牛 很怎么样 然后小孩都想学画画 是这样吗 一个最起码的理由是什么 参加艺考 文化课的分数线可以低 这是我最恶劣的事 你考艺考 你的文化课 就不按照那个要求了 就说 当画家的文化水平 可以低一点 不是艺考 艺考生的高考分数 就不低 我知道 我知道 以后就是 把这种事去掉 就是说你的高考 是第一条线 你考完了 那你再去考一考 对不对 这样可能会好一点 是啊 这就是好了 所以我们还是先对 我再去看看 那你再去看看 我一次还对 那你再去看看 我再去看 你再去看 我再去看 你再去看看 另外我认为中国是一个很怪的现象 你比如中国学绘画的人 全世界可能是最多的 但是中国在公共场合 看不到艺术表达 是公共场合的那种美术 是最恶心的 你看你到欧洲去 那橱窗啊 我去巴黎啊 晚上回来 散着步走着马路上 每个橱窗 我都在人驻足去欣赏 我们没有 设计的太漂亮 那些都是很多很有身份的人去设计 我们没有 我们看的什么都是乱七八糟 然后我还看过过去啊 过去美国那个电影热的时候啊 很多大师级的这个画家都画电影不高 电影不高画了 就那个招贴画 画完了以后 这电影一过这东西就没了 他们都就是愿意做这个事 是吧 我们没人做 每个人从美院一毕业 第一个就是画家 多少钱一尺 全这个 所以就导致那么多人 议考 你一个电影学院的这个议考 都是比例数 都是好像几十几百个人 他们有一个人选 那几百个人 已经是自我在层层筛选过的人 上来还这么残酷 这么多人想去 落榜的人那个面目猙獰 他们都发过照片 特好玩 就是啊 就是这个网上 那为什么我们国家 这么多人往艺术奔呢 其实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 这是我想 就是中国 全世界有一个国家 有这么多艺术院校 有这么多艺术院校学生 有这么多人想考 对对对 艺术院校 但是同时又扮演一个历史上 最恶俗的时代吗 没错 就是他就是一种 不不搭配 我们的整个公共生活里面 触目惊心 对 没艺术让你感到赏金月木的 没错 结果这么多人学艺术 公共建筑 各种晚会 是吧 各种仪式 对 反映出来的这种假大空啊 这种火星的东西 就简单 比如说我们都去过吧 我们各地走学的 跑台的 你去各地方政府 搞活动 搞晚会 他连搭个台都搭得那么难看 没错 因为全国几十万人 那么多人学美术 对吧 台都搭不好 是啊 那么多人学音乐 结果都是去参加中国好声音 对吧 有几个月你唱红了 创作出什么歌曲音乐作品 对吧 这真奇怪 我真搞不懂 但是就那么多的人 就往里用 不是 他很多学画画的那个 他考的是建筑和设计 现在两大专业 我觉得这个可能也得看看他们的老师是怎么教的 不是 你像素描这个陈南青不就说过吗 他对反对这个事吗 对不对 他为这个事等于是跟现在教育信统冲突 就人家大爷一转身走了 走了就好了 对 不顺你这份气了 你看还是全是那基础课 素描 然后弄 那都不壮观 刚才挑的那 我看的照片比这还壮观 就是你国家把所有人都逼上这条路 然后这些人 其实我觉得他们内心都是茫然的 你甭说没考上的人 没考上绝大多数 考上的人内心也是茫然的 将来怎么做 干什么呀 我觉得我讲一个什么大尾巴狼的问题 我觉得这么多人学艺考 它并不等于你这个国家的美学水平高 那当然 我说的就这样 我现在就是证明 我老感觉 你比如说咱们去巴黎 是吧 你感觉到是街头巷尾 对 他整个这个社会 这种艺术的气氛 对 是因为他有个美学 你不要这样 那天咱们讲宋朝 对吧 那古代有古代的情况 就是皇家主导了社会的审美趣味 那么要宋徽宗高 对吧 比如说宋徽宗倡导这个汝瑶 对吧 雨过天青云破处 这种美感 那么他就成于这个社会主流的美学 那么你在这个意义上讲 这个社会最高的美学水准 主流的美学 今天我们的社会主流的美学是什么 什么什么看不见 不知道 是什么 对 你说的主流美学反映到客观 你刚才举的宋代 就跟我们今天上欧洲去 欧洲的小国小镇 你去 每个人着衣得体 我连那 我连那 看那乞讨的人的服装搭配都是对的 没错 咱们这有时候隆重的一个场面 除了竟是一些奇形怪状的 就是不会穿衣的人 就这些就是从小没受过教育 可我们又有庞大的一个考试系统 庞大的一个美誉培养系统 那么多艺术院校我也没统计过 到底有多少在校生 这些人为社会能做出什么 我觉得是我们整个生活里面 比如这么多人去考 考艺考 现在说明什么问题 就这些人 他们在中国今天当代中国 美学跟艺术被规定为是某种职业性的或专业性的事情 对 职业性 干这行的或者想干这行的人 很多 就像现在我们看来的考生一样 但是他们跟整个社会是脱节的 社会跟他们不衔接的 一般人 你比如说这么多人画素描 但是问题是你拿到街上 满街上一百人 有多少人能分得出来 哪张素描好 哪张素描不好 我们是分不出来 但是在所有我们说好的漂亮的国家 或者我们中国就漂亮的时代 那个美学啊 那个美感是从头到尾贯穿的 你比如说宋朝 宋朝其实不只是皇家口品味好 到处都品味好 比如说我后来看到他们那时候道教 那些道士们呢 有一种东西叫清章嘛 清章是什么呢 就是拿那个清一种子 染成是天青色的字 用朱砂笔在上头写宪章 献给老天 献给天 写好之后烧了 画一笔青年上 对吧 表中心 但你想想看 你想想那个感觉 青色的字 然后写红字 然后你再看宋朝留下的茶碗 那些茶碗有的是民间老百姓用的 你今天看 真了不得 你知道就是说过去台湾不是有一个人叫阴海光吗 就阴海光的书里 我就注意到他写一个词 当然他说的是知识分子的精神 他说这个师范 咱要用北京话讲就是师范 就是说你有一个范 比如中国古代社会一个朝代有一个朝代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范 因为什么呢 你比如说现代艺术你讲究打破规范 可是对不起 打破规范之前 你现在有个规范才供你打破 你现在你连范都没有 你打什么范 所以你现在就是百花齐放各种奇葩 但是你整个看出来 我看不到我在巴黎和伦敦看到的那种感觉 就像你说的 咱这最基本的人人衣着得体 对 对吧 穿衣服 或者你 随便一个小景 人家家门口割盆花都割的特 特讲究 对 没错 任何一个地方你觉得都可以拍照 没错 我们没这地儿 农夫家里有农夫家里的一个摆设一个样子 农舍一点都不糟糕 对 农舍家里有农舍家里的美 他不会装的跟个假宫廷一样 或者是 我们我们建的极端是什么 一二居室 一进门先安俩 罗马柱 没错 他认为这样 这是最土的事 所以我觉得中国公民呢 其实就中国人呢 现在的美学教育从小不管 然后到大了以后 好像要奔一份营生去 就是靠这个活着 你看你到国外去 我去博物馆 看到最让我就温情的场景 全是老师带着学生 尤其带着那小学生 全盘头坐在地上 对吧 到哪都能看见 老师在这个很耐心的讲这个艺术的源泉 美怎么欣赏 这些人终身可能都不从事美术 但是他有极好的美学 美术的判断力 对美学的这种感受 他没有理论 他你要他讲美学理论 未必讲得出来 但是他能知道 感觉对 对 我今儿穿这衣服 不对了 我得换一声 不过我们是天天说那个大空事 包括我们有很多 就是我 我认为都是美术学院毕业的学生 对美的感受一塌糊涂 哎 这都碰见过吧 哎 就是你都纳闷 这人是学美术的 特别 基本的美都分辨不出来 我还特别奇怪 因为我去一些这个美术家 画家或者家里 你去看他家里 哎 跟我父母家里 这个人 对他画的他画的这个画 你知道吗 跟他搭不上 我不是说他家里得用什么豪华的东西 而是说怎么他家里这个摆设 有点品味 有点品味 因为你干的是美的工作吗 你再看他穿的那衣服 完全是脱节的 对 他可能穿的一农民企业家的 一个达伴 但是他画的又是什么 水墨山水 你有时候觉得他怎么这么脱节 对 不和谐 技能跟他生存没有必然关系 他技能是谋生的一个手段 他他也不为这个社会创造价值 我觉得西方的就是美术教育 对社会创造巨大的价值 是你到哪看是舒服的 这个是很难说 你怎么就舒服了 对 我就看你现在盖这破楼不舒服 对不对 我就看人家那个农村乡间小景 都哪哪哪那一盆花 歪着隔都有道理 对不对 咱那隔正了都没道理 就是这个事 说不清楚 你比如说我能举例子 中国过去有范儿 你比如说灰宅 安徽的宅子 你想当年的乡间就是这样 这就像法国巴黎街头 每人在窗户外边摆这个花 对 这就是他这个民族的这么一种范儿 你可以说中国现在那范儿全产了 产了你现在的范儿算什么范儿呢 什么范儿没有 现在要马路上弄一个车一盆 枪枪三人行广告 之后见 这就是这就是这种范儿 有一年你们是去了佛罗伦萨回来 咱还聊着事 就是为什么意大利人就穿衣服特好看 那男的就穿你就特随便就帅 他那个帅的 很多意大利人出摩托尔的地方 男人又高又怎么样 但是很多胖子 也好看 也是个胖子就穿得很好看 后来我就想 其实真的就是刚才我们讲环境 比如说你在佛罗伦萨这种地方 出身长大 或者意大利北部帕多瓦这种地方出身长大 你从小看的所有的周围的环境 街道防瓦用的那个瓦 墙上用的那个砖 它的颜色 它的比例就都是对的 全是对的 所以你从小你耳濡目染的 你觉得你穿东西上身 对不对 一下就感觉到 这根本不用人教 你说这个我也觉得 因为你看我跟很多画家做朋友 我就发现有个区别挺有意思 但我不知道该怎么看 就是说 凡是这个刘洋回来的 就在外国混过多年的画家 你会发现他平常 这个衣着 得体 而且有美感 会打腕会什么 凡是咱们这个土产的这个画家 可能成就比这个海归更高 有可能 但是呢 就跟我似的 做节目的时候稍微讲究讲究 平常生活里 那真叫一二二三 而且甚至于 甚至于咱们就是一个 我觉得啊 就是是不是反映我们有一种粗豪的东西 就是说 真有本事的爷们 不靠这个打扮 甚至是偏偏穿的啊 不讲究 随便 但是呢 我艺术高 你们谁都得 谁能不佩服 这个就是因为我们一百多年二百年以来的这种激贫激弱导致的一个严重后果 就是我们有一段时间根本不追求这个 首先吃饱穿短这事是都还追求不上了 谁还弄这酸事 又尤其我们的这种酸事被历史上严厉的批判过 甚至打击过 那种是以绞杀式的态度打击 可不是说我谁用语言打击你 是用一种实际的情况打击 所以中国人就变得对这个事开始麻木 那我们今天要如果翻过头 想达到我们以前宋朝那种标准 明朝那种标准 乃至清朝乾隆时期的那种标准 是吧 欧洲这种标准 那至少要有两代人的养育 就是等这些一考的人 虽然没考上啊 你甭管怎么着 画那笔素描 你没考上 你也比一般人强 他有点像欧洲人 欧洲人 你跟欧洲有点身份 有点地位的人 有时候聊天 他可以弹一支曲子 我们大部分人都找不着剑 对不对 那么有的人可以画 这个画两张画 就是他有点这种艺术技能 但他不以这为生 他只是以他为修养 对吧 我们认 我们现在认为呢 我们要以艺术为生 这是最坏的 以艺术为生 而且要以艺术发大财 这是更坏的 没错 对吧 你画画一定要最后多少钱一尺 没错 我演员最后多少钱一集 全是奔这去了 不是说从内心 我喜欢表演艺术 你不给我钱 我都去 甚至是拿艺术当成相亲的条件 比如说你看 我现在发现很多家里培养女孩子 就是她会弹钢琴 要会跳两下芭蕾舞 反正就觉得 结婚是有好处吗 将来她有好处 她老公觉得 来 哎呀累了 弹弹琴 就觉得 不是真的 你看我们家姑娘会弹钢琴 会跳舞 你看她很多素质 实际上她是真爱音乐 她也未必感兴趣 我们现在填表中 关键就有这么一栏 叫爱好 没错 什么叫爱好 爱好成了一个履历表上的条件 什么叫爱好呢 有人说爱好摄影 何伦说您拍过什么片子 说我愿意被人拍 这叫爱好 没错 对 就是他就往上靠 为什么要靠呢 就是因为全民族对过去的那种 很丑陋的社会以及行为的厌恶 然后导致一种 就是更高等级的向往 其实我们全民族是向往艺术的 只不过现在方式有问题 你比如说 哎现在就很多 我就觉得年轻人 我说这个素质真高啊 我一看他们这个履历表 一看爱好这一篮 至少写几十个字 写两行 写两行 什么钢琴跳舞 画画 美术 书法 这么的 转刻 甚至有人还敢写 我说这家伙 你要真是 琴棋书画 可是你可是就怕开口 你跟他一谈 好像像不会的 听见吗 这是为什么呢 脑的空 但是他确实可能都学了 对脑的空 就是这个条件很高啊 这我你看今天孩子的履历表 那达到中国古代文人的标准 琴棋书画 对吧 什么都会 书东播了都 对 现在这个呢 其实都不是真爱好 对 因为你大部分 我你说这种年轻人 有时候聊起来 他并不是和爱 对他来讲呢 就等于是考试多了一门 一百分 可以模样 可以用此交换 交换另外一个 那并不是真爱好 你比如说 你不像 比如说 以前丘吉尔 他爱好是画水彩画 他退了休息后 不是老到海边画水彩画 爱因斯坦很有名 喜欢拉小提琴 对啊 你听这个 对吧 这都要 哥今天全艺考去了 是 全艺考去了 但他们没有人想过 这个要当职业 对 但你会问说 你做物理学的 你好好的 你拉小提琴干嘛 那父母应该管教一下 爱因斯坦 你要当物理 浪费时间 浪费时间 是吧 没错 那你们说 丘吉尔也是你从政的人 还一天到晚画什么水彩 希特勒也画画 希特勒是 希特勒是跟参加艺考的 没考上 希特勒这是个教训 希特勒参加艺考画画 没考上 我们西班牙考一考 没考上 没考上就成了希特勒 你想想 希特勒 希特勒如果当年打赢 绝对为您播出健康新概念 现在卖过一个 希特勒有话有做话 有有有有留着 能卖